要说世界上的高危职业 王室成员大概能排得上好 1994年查尔斯王子访问澳大利亚 在一个演讲的会场 查尔斯上台之前 为婚进现场的年轻激进人士 扎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 并且命中 听到枪响后的查尔斯 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反而循着枪声的来源张望了一下 袭击者随即开了第二枪 人为命中 此时一旁的工作人员才反应过来 着急的把查尔斯拉向一边 袭击者也当场被抓捕 而这也不是第一次 英国王室在海外造袭击了 早在1981年 伊丽莎巴二世访问新西兰的时候 又在大街上成为一名伏击枪手的目标 但这位枪手的位置离得比较远 射击也没有个准头 子弹从女王头顶穿过 但街上的欢呼声盖过了枪响 女王并没有察觉 当地的官员事后得知发生了枪击 但因为担心监后王室成员 因此不来新西兰了就没有汇报 很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位枪击者最终也没有以谋杀未遂被起诉 而是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入狱了三年 而在历史上 女王的祖父曾祖父等也都遭遇过暗杀 都躲过了 维多利亚女王更是命大 深深躲过了六次近距离的袭击 才有了后来她再位60多年的记录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君主 或是王室成员可就没有那么好命了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因为对宪政的改革和发起对俄战争 遭遇了瑞典议会上下的群情激愤 本地贵族也对她强烈不满 更有不少人扬言要杀了国王 古斯塔夫心里也门清 因为他曾收到过很多威胁信 但他接信自己是国王命大 1792年3月16日 国王在斯德格尔摩皇家剧院 举行一场化妆舞会 舞会前古斯塔夫再次收到了威胁信 信是用法文写的 内容大概就是将在今天晚上的化妆舞会上 行刺他老人家 古斯塔夫照例对这封信表示了不屑 哼 又来 夜晚他暗时进入了皇家歌剧院 他先是站在国王包厢前 对着舞台站立良久 随后大神说 如果你妈杀了我 那现在正是个好时机 全场静默良久 什么也没有发生 随后古斯塔夫退出包厢 走向了剧场中央 也就是舞会的举办地 但是舞池的入口 此时已经被几名贵族和军官堵住了 又在古斯塔夫被堵在入口的那个时点 一名军官悄悄走到了国王身后 从背后刺了他一刀 这一刀胃中要害 所以古斯塔夫没有倒地 而是站在那里狠狠看着凶手 凶手慌了神 扔了刀想逃 此时侍未赶到 护着国王出了剧场 事后医生判断国王的伤势并不致命 但事实证明 伤口的感染却是致命的 过了十几天 古斯塔夫再说了一句 我好困想休息一下之后 就再也没有醒来 俄国的保罗一世 是叶卡杰琳娜大帝和彼得三世 唯一的儿子 虽然有人说他的父亲其实另有其人 但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哈 保罗继位后 推翻了他母亲的许多政策 引发了国内的贵族 以及大臣的不满 这些贵族和大臣都想扶植保罗的大儿子 年轻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做国王 而亚历山大也是当年叶卡杰琳娜女王最中意的继承人 在保罗聚位四五年之后 矛盾激发 保罗几乎是能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 1801年3月23日晚 一伙人冲进了保罗位于圣米加勒武城堡的卧室 此时害怕的保罗已经紧张地躲到了窗帘后 但是这是真刀石枪的刺杀 可不是孩子们躲猫猫呀 几名歹徒干脆利落地把他从窗帘后拉出来 他们首先试图强迫保罗签署退位诏书 在遭到反抗之后 一人用剑刺穿了保罗 随后一众人蜂拥而上 掐住他的喉咙并将他踩踏而死 此时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也在王宫内 他被认为是默许了这场谋杀的发生 保罗死后 他继位成为了亚历山大一使 俄国的另一位亚历山大 是19世纪下半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使 他在国内推行了众多的改革 包括解放农奴 以及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 逐步推动沙俄的现代化 但改革往往不能顾及所有阶级和人民的利益 所以也引发了社会的动荡 当时的俄国出现了许多地下革命组织 其中就有一些恐怖团体 屡次试图自杀亚历山大二使 亚历山大曾幸运地躲过了几次暗杀 包括一次火车炸弹事件和一次在东宫的袭击 1881年3月1日 亚历山大像往常的普通周日一样 赵立成坐马车行驶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 早已摸透他形成的恐怖分子 埋伏在他必经之路的两旁 但亚历山大的马车经过时 一枚炸弹被扔出 在亚历山大马车的后座下方爆炸 但是这辆马车吧 是拿破仑三世送给沙皇的防弹马车 所以车中的国王毫发无损 只是紧跟着他们的另一辆马车的车夫受伤了 杀手们见行动失败 本来已经打算撤了 谁知道亚历山大此时却鬼使神拆的下车 要看一看受伤的车夫和自己的爱车 一边看还一边说 哦 感谢上帝 就在这时 只听得路边一声大叫 现在感谢上帝还太早了吧 紧接着一枚炸弹被扔到了他的脚下 炸弹引爆后 炸伤了亚历山大的双腿 悲催的国王回到东宫后 当天晚上就因为失血过多 足 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是著名的西西公主 国内的观众了解她 很多是通过著名的西西公主三部曲 但这三部电影极大程度的美化了西西的一生 对于她生命中比较悲剧的部分完全没有提及 包括她的死 1898年西西公主60岁了 那年的她已经失去了独子卢道夫 和丈夫弗朗兹的关系也若即若离 夜无宫廷生活的她常常独自外出旅行 而瑞士是她常去的国度 那年的9月10日 西西和她的侍女两人走在瑞士日内瓦湖边 打算去搭乘船上的蒸汽轮船 途中一陌生男子对西西打量了许久 然后静止走向了他们 她随机用把长匕首刺向了西西的胸腹部 并逃走了 西西当时穿的是紧身胸衣 所以当下无法观察到伤口的严重程度 侍女叫来路旁的一位马车司机 一起扶起西西走向停泊在湖中的轮船 登船之后西西再也支撑不住了 晕倒在甲板上 由于轮船上没有医生 船长又叫了六名船员 隔离把西西抬回了她下榻的酒店 而到达酒店的房间时 西西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天的刺客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她的刺杀目标 原本是同样在日内娃逗留的 法国奥尔良公爵 在得知公爵提前离开瑞士后 才向目标转向了西西公主 在她看来 只要是个皇室头面人物 是谁都一样 就这样 堂堂奥匈帝国的皇后 不明不白地在瑞士 香消玉允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位葡萄牙国王 20世纪初的葡萄牙还是君主制 但是轰轰烈烈的共和运动 已经让葡萄牙国王的王位岌岌可危 共和运动的高潮是震惊世界的 里斯本市君案以及两年后葡萄牙地质的瓦解 市君案发生在1908年2月1日 时任国王卡罗斯一世夫妇 刚从冬季度假回国 回国当日 他们带上两个儿子 乘坐敞篷马车行驶在里斯本市中心 在他们到达里斯本的地标商业广场的时候 人群中冲出了一人 此人从大一下拿下手枪 对准马车上的国王开了一枪 震重国王的脖子 让他当场毙命 随即又有一人趁乱冲到了马车旁 拿枪对准了两位王子 大王子路易斯反应很快 从马车上站起身 并用自己的枪反击 但这一举动也让他胸部重弹 最终不至身亡 王后和二王子在这场袭击中信从了下来 二王子曼努埃尔随后登基 但他的王位并没有坐太久 两年后的1910年 葡萄牙革命爆发 曼努埃尔被迫退位 逃亡到了英国 葡萄牙就此步入了共和时代 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刺杀事件 无疑是奥匈帝国王储 费地南大公的余次郎 费地南是当时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侄子 如前所述 弗朗茨和西西公主唯一的儿子鲁道夫一年早逝 费地南尽管是王储 皇帝却非常不喜欢他 而且费地南在奥地利国内也很不受欢迎 基本上有机会 费地南就会出国转转 1914年6月28日 费地南访问波黑首府撒拉热窝 当时巴尔干的局势已经很微妙了 当地官员也曾好意提醒大公 可能会有暗杀事件 但费地南却并不理会 当天下午 王储殿下一行人乘坐几辆敞篷汽车 穿过市区的街道 街道两旁 粗拥着许多前来一堵王储风采的当地市民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 人群中还有六名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的刺客 任司机而动 当车队缓缓驶过 一名刺客向费地南乘坐的那辆汽车扔了一颗炸弹 炸弹炸到了汽车折叠起来的后颜上 一谈到后一辆车的下方爆炸了 炸伤了12个人 而王储夫妇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未受伤 虽然遭遇突袭 但王储还是按计划完成了他原定的前往市政厅的行程 在回城的路上 费地南突然对司机说 打算去医院看望刚才爆炸事件中受伤的军官 但他的司机对萨拉热的街道不熟 在拐错一个弯之后 汽车恰巧停在了一座咖啡馆门前 为什么说恰巧呢 因为刚刚一众行伺手中的一位 20岁不到的普林奇普 在刺杀失败后 正垂头丧气地在咖啡馆内喝咖啡呢 而此时眼见的他看到王储的汽车又回来了 王储夫妇就大啦啦地坐在这敞篷汽车里 饥不可施压 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手枪冲出咖啡馆 对着王储和王储妃开了几枪 两人在车内应声倒下 而这就是酿成了一战悲剧的萨拉热卧事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塞尔维亚王国终于摆脱了奥匈帝国的霸凌 并将今天的黑山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波黑和北马其顿纳入版图 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而原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任新国王 1929年彼得一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 将国名改为南斯拉夫王国 他也就是南斯拉夫历史上的第一任国王 亚历山大一世并不像他父亲那么开明 他专制而残暴 在他独裁统治期间 镇压了多次国内的兵族独立运动 让国内克罗地亚地区的民怨四起 这也为他后来的遇刺埋下了伏笔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崛起 让处于巴尔干的亚历山大一世倍感压力 而并有意和法国结成同盟 1934年10月9日 亚历山大应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邀请 来到法国马赛访问 而克罗地亚独立运动组织乌斯塔沙 又打算趁此时机铲除这位国王 10月9日那天 亚历山大和巴尔都共乘一辆轿车 沿着马赛主干道缓缓行驶 道路两旁是众多的围观人群 而此时 乌斯塔沙安排的刺客已经混入了人群中 他在汽车驶过时突然从人群中窜出 跳上了汽车脚踏板 掏出手枪对着国王连开两枪 其中一枪准确地命中了国王的心脏 亚历山大一世当场毕命 这一切都在刺客的计划中 然而计划外的是 赶来的法国警察 火急火燎的要追捕刑刺者 却在慌乱中一众胡乱设计 误伤了他们自己的外交部长巴尔都 巴尔都也意外成为了亚历山大一世的陪葬 因为当天的活动是重大外交活动 全程有摄像机跟着 灾乱的过程被拍了下来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影像记录的君主刺杀行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